現在我回答一個問題 也會對大家有幫助的 有人說在家裏和周圍的人 有很多負面的說話 有很多指控 有很多負面的說話 於是自己受傷 不是自己受傷 他指控別人 他指控批評別人 而我抗拒他的做法 令到我會緊張 他會受傷 抗拒他 也會說自己 為何我不能接納他 要說他 這要講到幾個層面 一個層面就是 聽到人的負面說話 影響我們內心的情緒 第二就是 於是我就不能接納他 於是我就指控自己接納 這幾方面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第一就是 當有人說一些說話 指控別人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的判斷 我們能否阻止這件事 有些情況可以阻止 譬如基督徒 他經常走在一起 總是批判英國人 批判教會 這樣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問一下 就是用萬靈的方式 我們大家都看到這些問題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不如我們祈禱好不好 不如我們問一下 全道人怎樣處理這件事好不好 這個如果基督徒就可以了 也有時候有些情況 我們都可以說 既然他有這個問題 我們暫時都做不到什麼 我們為他祈禱 我們都問神有什麼方法處理 就是將他引導了離開講閒話 因為閒話句句都要供出來 但如果他不信耶穌的話 我們實際上很難改變他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處理方法都是一樣的 垃圾不好吃 他批判人是他的責任 不是我不關心他這件事 我關心他 不過我改不了他暫時 我關心他這件事 我就接納他這件事 我就不受他影響了 所以第一個就是 無論他攻擊我或者攻擊別人都一樣 垃圾不好吃 這個就希望大家經常記得 就是負面的說話 我們不要受諾 我不受諾的時候 我就不將他放在心上 我就不會怨恨 我就會說我只是連率 我都曾經說過一個訊息 就是講到什麼 有人不好 有兩種反應 一種反應是什麼 怨恨 仇恨 奮世窒俗 不喜歡人 一種反應不好的反應 但是另一種反應是什麼 其實人都很慘 人被人傷害很多 所以他傷害人 所以我看出他 他其實很慘 他一輩子受人傷害 因為將來有一天 他要變成神念的時候 更慘 他要受審判 所以我連率他 我就會為他祈禱 想祝福他 並遙恕他 這個就是正面的反應 所以有些人 當他講閒話 講別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第一 不要拉上身 因為他的問題 我不能夠負責每一個人 我能夠做的引導他 但是他不肯聽我引導的時候 我只能夠放手 起碼我先不要受傷害 因為他講別人 我也會受傷害 我真的覺得很生氣 這樣的時候 我便受了這件事 如果真是萬一我生氣了 我生氣了 我生氣了 我看少一些人 我又要調教了 處理了 第一 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 我這個生氣了人的罪 第二 我就學習 看穿他 我謠說他 於是我慢慢處理 有時不能夠一下子處理完 而且有個人 他真的好 經常講人這個閒話 我們很難知道 很難說 我祈禱一會兒 我就全部鬆了 很難的 這也是需要時間 但是我們就可以告訴自己 我真是認罪 耶穌真是赦免我 我認罪 我真是處理 就算我未處理完 我處理了部分 神都會歡喜 這其中一件事很重要 因為有些人會這樣說 我仍有些未處理 我仍有些生氣他 那這個是需要時間 就是完全處理完 生氣是時間 我們就不給自己壓力 我只是說 我都有努力 神歡喜我 那我今天處理了些 我明天處理些 一路處理下去 便遲早處理完 這樣就將這種 這種的 負面情緒處理 另一個就是內疚 我都有生氣他 哎呀我都是失敗者 內疚怎麼處理呢 聖經講得很簡單 憂傷痛悔心 主必不輕悍 主必不輕悍 神一定 我真心悔改 神一定赦免 所以我不需要繼續控訴 譬如有時候 都會想回很久之前犯的罪 但我就會說 神啊你教了我 憎恨罪 我真心悔改 神就赦免 所以我每一次想回這些罪 我就不再入內疚了 我就要入什麼呢 我憎恨這個罪 下一次我沒有再犯 這個我有沒有回答到呢 即是說首先 分辨到那些垃圾 我不用介意 我不用生氣他 我就算生氣了 我又求主赦免 我又開始處理 我又看有沒有方法引導他 就算呢 譬如說 就算未信耶穌 都可以引導我 我們可以承認有些事實 那個人是有些問題 譬如說 他有些問題 不過你一直這樣想 有沒有 你覺得個人是否越來越不開心 那 有沒有影響你睡覺 有沒有影響你心情 那時候你覺得 可不可以不如 不要想這些 想回一些好事 我們都一起可以和睦 一起開心 想回這些好的事 這都是一個引導的方式 不過就不是用神的引導方式 普通人的引導方式 你越放手越輕鬆 如果他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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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的 不肚不快 也要說那件事出來 OK 那我又會問他 你套完是否快些 是不是真的 是否鬆了 因為你套完 我一定會 就會這樣 我說 你上次說完 你今次又說 你覺得有沒有鬆一點 我們又可以轉方向 轉方向是怎樣 他一路說說他怎樣 怎樣 我們轉了方向 就不會 那怎樣 而是 你受到很多傷害 你不開心 對不對 他可能他不知覺 我會轉了去關心他 他做了一些事情 令你很不開心 是不是 你想不想 我心會鬆一點 這樣去引導他 怎樣找方法 普通人都有些方法 是鬆一點的 去走一山 例如我們出去公園走一走 想想另一件事 就鬆一點 你越想就越不開心 這樣引導他 喝杯水都可能會鬆一點 吃點東西 會鬆一點 都可以去回他的感覺 我知道你很難受 有些人馬上會覺得舒服 這個 回應他的感受 我知道你辛苦的 很開心的 受傷害的 那就會 幫他 體會 他覺得我體會他的感覺 他會放手一點 OK 所以其實 首先我們自己就不要裝了手 於是就處理幫助人 處理 我在這裡再重複一下 有些人很律法 即使基督徒經常說 你又沒有做這件事 沒有做的 你慢做沒有用的 你做什麼都是神不喜歡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內心處理了 發覺其實他很多律法 好像做也沒有什麼用 但是神不是這樣 神就說 你一灰灰在天上為你歡喜 你一杯涼水 神就歡喜 所以我們真心做 神就歡喜 我們分辨到他的說話是律法 雖然耶穌也有律法的說話 不過那些向那些不悔改的人 他就會很強 但是就算不悔改的人 他都帶有恩典的 譬如他對耶路撒冷說 耶路撒冷 多次殺你才知道 用石頭打死那些奉叉 到你者裡來的人 我多次聚集你 我願意聚集你 好像沒有雞 聚集少雞 也就是說 耶穌也一樣對祂有憐 在舊約也有很多 律法說話 跟著做很多恩典 我們分辨到祂的律法說話 我們受落就受傷害 律法說話一樣是 垃圾不好吃 但祂叫我做的就是我去做 但我不要受落那種指控的心態 那經常裝多些恩典 我真的有悔過在神歡喜 我真的做神歡喜 神會說你未夠資格 我總之有心去做 神就會歡喜 就像那個窮寡婦奉獻兩個小錢 神都欣賞 我們看到很多聖經的例子 人做少少 他真心做 神就會歡喜 我們就不給律法控訴 也都不要給律法人 就是說 很多說話 你怎麼可以啊 你都沒有心啊 神都不喜歡你的 總之凡是他做 說他沒有做的 尽量不是這麼說 是怎麼說呢 你有心想幫人 神很歡喜啊 我有心祈禱 神很歡喜啊 神很歡喜啊 你做什麼幫人 神都喜歡的 會推動他去遵從神 但那個是用神的喜悅 神的恩典來推動 用一個比喻 就是好像 如果父母總是說 小朋友 你考試考得不夠好 就算九個九分 你欠一分 你為什麼不欠 你應該拿那分 一百分 你考第二 這個考第一 有沒有搞錯 被人來考第一 他做得很好 都會說他不夠好 那個小孩子就覺得 唉我第二次不考第二 考第什麼 經常都說我做得好都不行的 律法令到他反叛 但如果他做什麼都好 其實很多小朋友 沒有那麼反叛 他的心就會正面很多 OK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 這些處理的目的是什麼 讓我們整個人鬆散 神就是想我們鬆的 神不想我們壓住 神想我們整天在神的愛中 推動我們去侍奉神 去愛神愛人 所以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就不是 律法是叫我們做什麼 不是律法激勵人的 就好像什麼 例如結了婚 整天那個人對付後說 你要記住洗衣 你要記住收拾東西 你要記住倒垃圾 你要記住煮飯 要記住洗碗洗乾淨一點 如果每天都會說這些 那些話 那個人就覺得很煩 每天都會說這些 但是反而 那個反而令到他不想做 但是如果 他說 你和我洗碗我真的很開心 你洗得很乾淨很開心 你做什麼我真的很開心 他真的會覺得 他會覺得被鼓勵 就是 人是需要恩典鼓勵 為什麼這麼多人想自殺 因為他沒有人愛他 整天批判 人人都是批判 但是如果人人都愛他 沒有人想自殺 人都會是 恩典是推動人的 就算在自然界的領域也是 所以我們基督徒 就學習分辨到恩典律法 就不要律法 壓住自己 又不要律法 壓人 是用恩典 譬如我鼓勵人祈禱 我會這樣說 神有很多禮物想給我們的 你一祈禱 神就很歡喜 神的力量 喜樂平安 祝福 就來你身上 神就應勇你的討告 這樣 真的看到 真的看到改善 感謝神 馬上感謝神 人不是輕鬆 我總是用恩典來推動人 自己又開心 人又開心 這個教導就是 我很想推到全世界 我去到很多地方 他們都很驚訝 我沒有聽過 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但聖經其實有很多恩典 不過很多人看的時候 看不到 我很感謝神 神給我這樣的教導 我是很想傳開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到 你就去將這件事傳開 使用 神還給我這麼多的教導 比如發揚神屬性 查經法和廣東法 就是在經文看到神的美善 神的屬性的聖情美好 又看到祂的律法 又看到祂的恩典 我就很想走上神的路 看到神的屬性 就會喜歡神 就會遵從神 就不是說 我要 我們都會說我要 但是我要是有神的恩典推動 我們都是要遵從神 不過我有恩典 我是服侍一個很開心的神 服侍一個很欣賞我的神 我是很不同的 我是會遵從祂 我不會想有犯罪 這是律法 但是我的動力 在恩典那裡來了 我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 你會想到你 плох方物 你會想到你 也 вз遵終 自己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 想到你